好 大家好 我是桶哥 今天我們要試駕是Range Rover Sport 2025年暗影版本 限量50台 之前有試過Dynamic 400 當時我們說它是最Sport的Range Rover Sport 但是我們今天試駕是反復歸真 重點就是它的價格是398萬 也就是說原來的Range Rover Sport 它的價錢是460萬 所以這是非常有感的一個 重新配置的特試版 在外觀的部分其實可以看到 它少了霧燈 少了前面的包 側裙的部分本來是車身銅色 現在變成防刮材質 但是透過暗影版本的全黑設計 其實你完全感覺不出來它的差別 反而因為它不是Dynamic 或者說跑車的外觀 所以它反而有增加了電動腳踏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一個非常 非常加值的配備 車尾的部分其實你可以看到它還是雙殺於期 但是呢只是少了車尾Diffuser 下面的兩個排氣管 所以其實在外觀上面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它的輪胎的胎圈的配置 這個是275 50 21的米其林Primacy All-Season輪胎 就是讓你會感覺更舒服 那也少了黑魔術 後輪轉向電動的防晴感全部都沒有 其實內裝有沒有偷掉什麼沒有 其實我覺得它的內裝質感還是非常的OK的 而且抬頭顯示器也是有的 這次坐進來是不是最近試了很多O系的車型 那鷹系的車真的跟德系還是有差 首先這個座椅坐起來就是有碰翼的感覺 就是真的有沙發的感覺 它的這個柔軟度就是比較好一點點 真的讓我覺得說是非常舒服 當然這就是慢慢開啊 然後這樣子的很棒的地方 我們Radeon的音響也沒有燒給你 然後呢全景天窗也是都還在喔 是可以開的喔 後座也有電子椅背可調 我覺得它ACC的這個操控沒有到最完美 但是呢卻是絕對是全速域 那其實我們在道路上開的時候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舒服的Range Rover 這一次的動力是3.0升的直流 是渦輪的柴油喔 所以呢它的馬力雖然是300匹 之前我們試的是400匹 但是它的扭力是650牛頓米喔 而且它48V的這個輕油墊 像我這樣輕輕踩著油門 其實車子其實不是越來越 就感覺到很輕快喔 就是說這部車明明是一台 這麼大的SUV 但是踩油門踩起來 它一點都不會這個沒力的感覺 而且呢我覺得這一顆的 直流的柴油引擎調教的 應該說非常的沒有柴油味喔 不管是它的震動 或者說它的聲浪喔 我們重踩油門的時候 它給的聲浪也是非常的好 這種這樣子的車我覺得身為Range Rover 我們就放棄它Sport字樣喔 那個就是只是一個比較 比較看起來Sporty的一部車 它有賽道 但是那個就是給大家做參考 基本上就算我平常開開著賽道 它也是還是很舒服 你可以稍微感覺到 輪胎有一點上下被拉住的感覺 但是呢 過彎的時候它的側景只是 微微的變好而已喔 跟之前的這個 有電子防頸桿啊 還有後輪轉向是不可相比喔 但是呢開起來其實 它就是一台舒服的SUV 整體開起來你絕對不會覺得 這個柴油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甚至於柴油會有更好的扭力 跟更好的里程喔 所以其實整體加起來真的是 非常超值的一個感覺 謝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這表示你們喜歡 統哥拍的影片對不對 除了統哥的YouTube以外 Facebook跟IG 大家都要訂閱追蹤喔